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多数人面对亲人离开的时候 常常就乱了手脚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真的好险 我们还可以仰赖这个 礼仪公司的从业人员 有他们的服务 你才能够完善地办妥 人生最后一场典礼 但是这一行里面 你真的了解它其中的奥秘 今天我们破坏关键 就要来跟你聊一聊这个 你不了解殡葬业的辛苦 还有黑暗面 来 马上请到 我的天啊 这应该是光明面吧 来 欢迎殷琪 你知道殡葬业有所谓的抢势大战吗 他们在警局布线 在一月彻夜待命 为了就是要抢夺 人往生极乐后的第一手消息 流水师 可是警销人员不敢 收尸的处理怎么办呢 收尸大队还是得硬着头皮上 再恐怖也是不能畏惧 而商家居然被假高僧坑杀 一场法会居然要价20万 而殡葬业者居然被家属坑骗 他们用了假钞付费 哎呀 超精彩的殡葬内幕 等我回到封锁线后 马上就开始了 哎呀 尸体站起来了 好 先欢迎东方哥 你好 好 这个早期从赴冰藏业 跟现场环境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气氛也不一样 对 所以那个时候还有 就是大家在抢夺 尸体的这个行为 对 那怎么抢 谁先是谁先到现场 谁先赢吗 还是怎样 对…以前那时候意外 意外死亡现场就是 是台北市政府 没有管得那么严格 那也没有规定说 哪一家厂商可以去承包 是 那我们为了要有这个消息 要有这个声音 那我们就不用奇迹的 想办法去得到 哪里会有网身按键 哪里会出死亡按键 是 那我们当初布线是在行事组 布线的时候 好像是都是慢了人家五分钟 然后最后也变成说 手机大战 那我们变成说 因为消防局都有那种 无线电嘛 电厅 那我们就开始监听 监听 每天监听那无线电在叫什么 比如说中华路那个水门 那个青年公园那边 几号桥下 有发生无时请管要去了解 那我们听到 就去了 那个划中桥或是划江桥下的时候 我们就行李来了 比较快的 车子被批的已经去了 那我们就 我们的速度就很快 到到那边去 因为水游室在流不一定说 校长队会比我们先到 因为他们到了还要再早 他们还要再下庭 可是我们骑摩托车很快 是 我们摩托车 因为摩托车可以沿岸一直跑 如果有发现水游室 我们就会跟着水游室走 然后会引导 真的啊 我们会引导校校长 在这在这这边啊 在这在这在这 对对 然后他们都下小庭下去 那就把它拉不到 没有 拉到旁边 校方局是拉到一个地方固定 不让它再漂流 那派出车来了 派出车就拍一拍 就叫刑事主来了 接下来怎么办 不可能叫派出车人下去 当然 也不可能叫刑事主下去 就你们 因为他们没有收过这种信念 那你们早些很辛苦 淡水河 现在你大概就听说 淡水的岸边跟那河里面 有一段距离 有时候是100公尺 如果是退潮的时候 是可以达到200公尺 你那个烂泥巴 不相信你踩看看 踩就下去了 下去了 人家还要救你了 对 对 这我们这个真的是 有专门的技术在处理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处理的 他们这个 而且我们在海 在河边在捞的时候 我之前大部分都会打赌 我们还会说 这男朋友也男朋友 藏医社通常讲的百分之百 都很准 这男朋友的 这男朋友的 真的是这样 跟他们不一样 男女朋友是说 如果他是人腰呢 人腰就这样 最好是 最好是他这样 腰 不是 他们真的很专业 而且他们专业之后 也觉得说 他们在做这个戏影的时候 好像在做善事一样 是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次去北投一个凶杀人 那个人被砍了头 头几乎快断了 然后是趴在一个坡砍上面 这样子 结果呢 叫警察下去 警察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都不干 藏医社去 那拉起来之后 那尸体一起来之后 那个头就 就掉一遍 知道吗 藏医社那个人 吼 马上接住 他 马上 马上把他扶住 整个 整个这样慢慢拉起来 但是就是像刚刚我们那个情形 看起来 那是不是跟记者有点像 因为记者那时候也要注点 不然你们就没有读家 对 也要听无线电 对 这样一样 那这个 这个也不能说 抢生意 对 就只能要抢生意 对 那要比无线电还快 要比刑事组还快 那只有一个办法 就在源头上面 对 谁接到报案电话 对不对 谁接到 他如果直接通知藏医社 不就OK了吗 你们再快也不会比我快啊 对不对 我说哪里有跳楼 我不是先派车出去 我是先打电话给藏医社 你先去 对 你知道吗 先去 你知道吗 像台北市现在的消防局的情务中心 它是不能有记者里面 以前我们都可以直接进去里面 干嘛干嘛 他现在不让你进去 他有个记者室 可是有一些县市的消防局啊 他的记者室有电脑 是跟里面情务中心里面连线的 那情务中心打什么 哪一个路口 三民路口 哪个路口有车祸死亡 或者是有跳楼死亡 我马上就知道 所以竟然出现那种 用记者的名分 名义 竟然进驻到那边去 24小时轮流派人 那是总议仙的 这样冒充记者 他可能就有一个 他可能就有一个记者证 也是有个什么东西 他也是记者 可是他从来不是在跑新闻的 他不是为了新闻 他是为了要知道说 都会有死人 对不对 要去抢生意 这是违法 这是不可以这样的 但是我要跟各位说 尸体是很臭 很恶心 有些人是受不了的 我印象中很深刻的 冬瓜去做的 冬瓜应该去逝的 台北市的中山区的吉林路 有一个公寓 我们公寓现在水台都在上面 对不对 旧式公寓现在地下室 好大 有一个人不见了 那个公寓喝着水 就觉得怪怪的 很恶心 然后怎么样 一个人掉到里面淹死了 好多天啊 我还记得 因为里面很深 所以单单为了把那个水排上来 对不对 那个水排上来 请问你用抽水的排上来 要排到哪里去 就排到路边嘛 然后他弄那个 单单那个水一排上来 旁边在外观的 像一样招到没完的 为什么 米啊 失措的味道 你就知道多可怕 然后呢 你就看着他们 就架到下面去 一个在上面拉 一个在下面扛 然后扛的过程当时 对不起啊 所以你排水排掉了 那个湿水跟那个还是降临下 我没说不对吧 对啊 我啦 因为像我喝湿水 那个喝了很多病 刚才雷德大哥讲的 那就是我 因为我比较瘦小 因为那个洞很小 然后我才能进去而已 因为那消防局 那个抽水是 有一个头 那头是那个钢头 有没有 抽不完 抽不干嘛 不可能抽干嘛 留那么多水 对 留那么多水 那我也是要把尸体 想办法把它扛上来啊 那我们就先用丝带 把它先绑好 丝带把它套进去 那我真的也很笨 你知道吗 丝带套进去里面有水 然后就绳子把它绑一绑 绑两圈 那我们就楼上两个就慢慢拉 拉 我要慢慢推 是 推到这边的时候 还好你知道吗 等到那脚上到我的头的时候 那个整个水就滑 然后我就这样 我不知道吃鸡口 我也不知道 那也不能晃 还要赶快把它推上去 那你回来有没有什么几天 还闻到那个味道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味道是跟着我 一个礼拜 我每天都闻那个味道 那习惯了就好 那到现场的时候 像如果遇到那种臭的现场 我的皮包绝对不戴进去 我的皮夹绝对不戴进去 我的皮鞋绝不戴进去 我都穿鞋套进去 因为那个皮的东西容易很互作 衣服回去洗一洗就好 会咬味 反而是皮的东西 对 它会吸味道 那我 因为一次 我怎么那么臭啊 因为我的皮夹 有吸入那个味道 他那个臭 臭多臭 他们有一幕 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皮腐烂的味道 有多么让人难以接受 惊悚水流失 大体化妆师耐心对待 它泡在吸水里面 它的脸被虫全部吃掉了 只剩下头皮 然后可是下半身居然 就是拉滑 只有长了些许的虫 那但是味道很重 帮它迁徙以后 还要帮它抓那些蛆 对啦 连男生都没有人要进去 因为 那到现场的时候 像如果遇到那种臭的现场 我的皮包绝对不带进去 我的皮夹绝对不带进去 我的皮鞋绝不带进去 我都穿鞋套进去 因为那个皮的东西 容易很互作 衣服回去洗一洗就好 会咬味 反而是皮的东西 对 它会吸味道 让我 因为一次 怎么那么臭啊 因为我的皮夹 有吸入那个味道 它那个臭 臭 多臭 我有一幕 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在天母那个 大概德行东旁边的一个巷子里面 然后呢 我们还没 我们是在中央北路口 要还没转进去 就在巷口就闻到那个湿臭味了 你看 有多臭 到了现场的时候 那个刑事组的小队长 现在叫侦察队 以前叫刑事组 那个小队长 喂 我们看 因为看到一个人戴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 应该没用吧 然后我过来 我就要跟他讲话 对不对 他就把防毒面具拿下来 还有一个口罩 好 那口罩要拿下来 口罩拿下来之后 还有一朵玉兰花 真的是这样 臭成这样 臭成这样 好了 那进去要把那肢体抬出来 我记得那是一个吸毒 打那个海洛因的 然后暴毙死掉了 那整个身体脏的 脏的大概两倍大 这么大 都变得黑的 一个礼拜以上 然后呢 刑警不敢进去 不然因为太臭了 就叫他们进去 进去之后 两个人搬对不对 一搬的时候 这个插在这个席 那个鼠西部的那个针管 弹出来 射到那一个后面抓脚的那一个 够伤了 就这样就出来了 你看他们 所以我闻到说 那一幕就非常的感动 噴到这样说够伤了 然后就继续把那尸体 再处理 对 好 其实现在 现在这个殡葬页 真的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现在还有什么明细表 让你知道什么 那以前可能收费是他讲什么就什么 那不下人员呢 有一个收费的名目是 送金的人有没有得到 是价钱不一样的 我跟你讲 我处理过我家三个长辈 那个上女 是 那结果呢 那个一开始的时候 通常一般 以前的那个殡葬业者 通常他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 就跟你讲 你可能要什么时候 前面讲一大堆这样 然后讲完到最后的时候呢 后来到后来之后 就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就是 你总是在火化 像我父亲要火化的时候 你总是要找出家人来念经 送经嘛 对不对 要超度他嘛 对 结果呢 那个时候呢 就我们那个 有一个那个 这个老板 就是赵医生老板 就突然就跟我讲 他说我跟他 得到高增 有没有 他那个送一场经营的话 有没有 不得了 不得了 贵到二十万 有没有 便宜的话也要超多八万 八万或六万这样 我说是什么得到高增 他一比 我记得当时的时候 有没有 他那时候一比兵 比过去一看 我得到高增这样 结果他得到高增的配备是什么呢 就是他做一台大宾室 你有没有听过过那个出家人有秘书的 两个秘书这样 一个呢是帮他拿那个什么袈裟还法器 另外一个帮他拿公司包跟行动电话 一进来的时候 那个整个架势 这裤子完全不太一样 从车一下来 就一开始旁边那个前面那个秘书 就突然把他开门 走到又看到那个要放那个就是棺材的地方嘛 就有等待区嘛 就我们这位大师傅呢 就这样子突然间就叫他 两手一摊 然后旁边那个袈裟就一抖 就套上去 哇 全自动呗 那个架势你知道 突然间那个档也过来都没有那个样子 后来我想说 哇 这个真的是得到高增这样 后来之后呢 结果有一次我一个朋友 那一个朋友他过世 往生因为癌症过世 后来之后我们也是送他 也是在台北就是二宾那边就送他 我又看到那个得到高增 然后得到高增下来之后 那个哭声又是不太一样这样 可是这是比较奇怪一点 就是他的行动比较少了一点 这样 结果后来发觉 我再去打听一下那个上家 就发觉到一个情况 因为那是 你要如果要他得到 他是得到高增的话 他自然的行头就会比较多 如果你可以便宜一点的话 他的行头就会比较少一点 就没有还没得到 就是会变得没有得到 我一直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永远得不到 其实 其实这是一种 我们一般家属 对那种迷思 对我来讲 就是一种迷思 其实你送不送金 对我来讲 只要你虔诚就OK 真的道行高增的 他不会出人 我办过赵宁博士 西林法师有到我们公司吗 没有 赵宁还会在我公司啊 他经常在我公司啊 原本到我公司啊 没有 赵宁博士他做期 都在浦门市 然后浦造市 一天去那边坐 对 只有到赵宁博士的 告别室的那一天 我们还是把牌位 请到台北道场 才有新云法师 新北法师主持 一般他不下山 那我讲一个好笑的就是说 有一天我到 朋友在台北市 忠孝东路很有名那家市 你知道吗 知道吗 台北 猜得好啊 你知道吗 告别了 猜 就不要给我们猜啊 你就说你就不要讲 那就在台北市就好了 讲 台北市嘛 讲中的东路我就 OK 很多啊 那我现在去 我一个得道高增的那样 我真的有那个得道高增吗 我就去 我去那边就看到我 就说 早点 你叫我吗 我说 你洗脏了 真的吗 我就知道 因为他跟我朋友在一起 然后他一直眨眼睛 掉肥要讲 对 一直眨眼睛 对 那我现在讲说 他在这边干嘛 还得道高增 你知道吗 他在演得道高增 他是临时演员的得道高增 你知道吗 我现在讲说 你在这边还有穿的那种 人魔人一样 你知道吗 对 就他讲的 酷水 对 因为酷水 然后这种 其实你也会放眼的 其实你也会放眼的 但是我说 你现在插不去 我说 你现在插不去 你现在插不去 你不知道我现在在这 在晃吗 我现在在那边 黏在倒了 你怎么会放 你怎么会放 你怎么会放眼睛 我刚刚驾驶 我东方都给打南瓜 对 真的有时候是说 真的不要去迷思 有时候真的是说 我们都很常常 就是说跟家长说 你们就是说 一般的师傅你们跟着念就好了 对 以前一个台北市分局的 副分局长的 妈妈过世 你知道吗 你刚才讲那个送经的 送经的 那个时候 葬医师大家都很熟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副座的那个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给他办 送经团里面 我告诉你 里面烂鱼充树 还有公读生在那边送经 讲得到高生 有暑假打工 送经的还有公读生 结果是得到公读生 结果你知道吗 为什么被那个副分局长知道 他就这边去的时候 跟这每一个人去谢谢的时候 结果 他看一下 他说你看起来很年轻 然后那个人马上脸就红了 因为他们都是做一个 想说没有人看见 后面一排在那边 结果 他说你很年轻 怎么那个 得到高生吗 有天分就很快得到 他马上 因为我跟他父亲讲很好 所以我就陪着他 马上打电话给那一个 叶子 那一个小什么的这样子 马上来 那一拖本来给他弄的大概几十万 要给他几十万 要给他几十万 后来砍了一半再一半 因为什么 他差点半他你知道吗 因为这属于诈欺 诈欺 诈欺 你给他收那么高的费用 结果你说得到高生 结果里面还有公读生 气 气死他了 是 现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话 就比较好一点 我过去的时候 我刚才讲到我父亲那个 我这一肚子火 为什么这样讲 我记得当时我在送我父亲走的时候 又要去火化的时候 我就依照赵英社的那个业者 告诉我说 你该谁谁谁都要送红包 什么练功 推盘的 或者是什么剪骨都要收 全部都要送 那每封六百块钱 结果那一次我记得 就是我那时候就 一路全部都好了 没问题 结果我那时候排十三号 结果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前面就是他们喊号码吧 按照那个次序 几号炉 几号炉这样推这样 那我们当然就是后面的家属 就后面就在等待这样 大家心情都很不好 结果到了12号送去去 15号 很奇怪 13 14到哪里去了 16号 17号 我一直都刷到 21号 我记得还到21号 我就翻脸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就讲奇怪 我13号 我说他拿了那一张纸 上面有写编号 我13号 我要怎么回事 中间怎么13 14被跳过去 14号也跟我一样纳闷 那我看他 他看我 两个看了半天之后 有没有 结果后来我就想 我就把我的那个 这个业者请过来 我就想说 你现在是怎么 他说 你有没有送红包 有啊 然后我想 他在算一算 他叫我算 算一算奇怪 我的西装里面还有 还有一个 扫送 扫送一封 你知道扫送什么 是 登记处 哇塞 登记处居然要收红包 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是 只要是在火葬厂前面那些 工作人员 有在做事的人 就只是一个 验死亡证明 还有包括有没有 登记 发号码给你 我就要少送哪个六百块钱 就被恰号了 那难道就不能 就比如说 那红包 然后业者不能 好 顺便帮他把它包掉 算在费用里面 其实现在 对 其实现在台北市 红包的话 已经完全都没了 所以说 你不要再去听信说 业者说 还要把红包 还要把红包 那是因为抓了很多次了 对 因为现在已经真的抓了很多遍 有一段时间 才都办了一批人 对 办十五个嘛 十七个送滑办 对啊 所以说 你现在不要再听业者说 有什么红包的问题 这完全是没有了 不过有个观念是 现在有很多精致的藏语文化 比如说 弄一个小小的紫杂屋 紫杂屋 很漂亮 然后比较贵 比较精致 那如果能够让你心安是OK 那过去很多人不是砸很大吗 好大喔 有一次有人跟当鬼开玩笑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焚化炉 你收这么大间的家有没有 要让你老的 要先撞厨 你还要先撞厨 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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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撞一下 你还没撞起来 撞一下去 你撞到的阴间 岂不是撞到一个破除吗 所以陈队实际有个工法 你知道什么工法 就比较大间那种有没有 你知道我们现在盖房子 不是像积木型的一个盖 对不对 他现在方式也给你编号 是 然后一层一层烧给你 这样子 我做过最大的紫杂 是从这边到 那道墙 还要到 比这个还高 这么大 我的妈呀 所以一定要撞厨 撞厨要怎么洗 以前老式的紫杂 就是这个样子 年龄都可以出在里面 是啊 是 老式的紫杂 我不会骗你 天啊 老式的 以前有人烧过那个 仿美国的白宫 有没有 说要烧一个白宫给他阿公 在那边煮 对啊 我不会骗你 我真的是在木杂 那个师傅做了快半个月 那个可以上面去占人 可以 那么僵固 对 以前烧紫杂 紫杂都会有分 甜味的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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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会不会坚固 会不会被 对 那现在我是说 现在已经环保了嘛 你也没有丢去 以前都是去甘金子烧嘛 对 对 刚才烧黄船 对 对 你现在去哪里烧 环保的 乳朵又那么小 我说心力好就好 你那么大 比如说做个六尺的 他也没办法住进去 你做个十二尺 他也没办法住 你再把他扔下 做一家 对啊 还是说家属有心最重要 对 你们要塞一种那种精致型的 三四千块那一种的 那你心力到就好 一种稍微 心事仰望 不过在做这个殡葬业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就是 怎么讲 跟我们来讲比较有距离啊 因为这不是每个人可以做的 这是大体化妆室 心解尿 您做了六年 做六年 当初怎么会去做这个 看报纸耶 那你第一次总会 总是会紧张吧 没有紧张耶 第一次看到 那你这个就是 就是命中注定 天命 第一次看到的就是 腐败性的遗体 可是最恐怖的是 有些事情是 你要无中生有 对不对 就比如说没有 已经没有脸了 但是还是有做出来 对啊 因为之前有遇过一个案件 就是一个伯伯 他失踪了33天 他家人很急啊 就是在嘉义的大陵那边一直找 后来也是无意中有一个钓鱼的人 去看到了一个遗体 然后我打电话报警 然后就找到了之后 运到殡仪馆 然后因为那个业者跟我有认识 他就通知我 结果在要处理 要见到遗体的前一天晚上 我就是有 就很清晰啊 很清晰有一个伯伯的脸 然后我就想说奇怪 怎么会有个伯伯来给我看 结果隔天到殡仪馆 那个家属这个遗照 一拉起来我一看我就 吓到 就知道 对 然后后来因为那个伯伯他的脸 已经整个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他泡在吸水里面 他的脸被虫全部吃掉了 只剩下头皮 然后 可是下半身居然 全部都没有腐烂 就是蜡化 只有长了些许的虫 那个是味道很重 重到我们那一天 第一天前置处理那个 大概靠近五个小时 从楼下凑到楼上 那因为嘉义冰仪馆的环境 通风设备还没有很好 所以就变成从楼下凑到楼上 连那个家属啦 业者 其他业者大家都一直骂 可是那个过程就是 帮他迁徙 或还要帮他抓那些区 然后一直一直啊 我就跟我的夥伴 两个 一个小女孩 两个女孩子 没有 连男生都没有人要进去 因为味道真的很重 基本上大家进去 我们自己也要 可能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要出来透个气 因为里面完全是环境 嘉义冰仪馆的环境 通风设备真的不好 就老旧啦 那我中油眼的话 你要怎么做 用什么东西做 用特殊的材质 基本上慢慢的填补 修补 因为他是 已经就是骷髅脸了啦 那就是说 依照照片 开始帮他慢慢的修复 整理 那做一个五官出来 那 鼻子跟耳朵的话 就是用模型做 我们就是前一天晚上 先做出那个模型 再砍上去做起来 功德一见 真的 那有一些 比较坏的殡葬业的 有 就会乱报 乱报的钱 钱大概两 大概半个月前 有一个业者 因为有一个案件在嘉义那边 那个往生者被 头拉骨压到 然后整个头都压在下面 都扁掉了 然后业者一开始通知我的时候 我过去看 那很不巧的就是走进去 因为我看那个阿伯 我就跟他说 阿伯那个 我会帮你做 你不用担心 结果走出来之后 因为我看商家的情况 就看起来家境好像不是很好 走出来我就 把业者拉到旁边 我就跟他开了一个 比较合理的价格 结果我开完了之后 他就突然指着我大骂 他就跟我说 阿你现在开这个价格 我是要给商家 再跌一半以上 再一半以上是不是 然后就跟我说 商家有多可怜啊 怎么样 然后他讲完了之后呢 他讲了一个结论就是 反正就是要我不要这样的收费 那我也很生气 所以我就说 OK好不然你既然都讲商家 没有钱了嘛 不然你包一个红包嘛 多少钱商家包 多少我都接受 就当做做功德好了 结果后来 OK那这个案子就坦承了 其实我当下是想直接走掉 因为我觉得 要不是因为我已经答应 往生者要帮他做了 我可能当下就走掉了 然后我就想说 好吧鼻子摸了 可能自己材料也要赔 那些就算了 结果后来事后过去做的时候 因为很巧那个 往生者的亲戚 里面有一个是业者 那个大哥跟我认识 结果后来偷偷把我拉到旁边去 跟我讲 说那个业者跟家属收了多少钱 金额差太多啊 就是我的费用 比如假设是两万 假设是两万 他业者跟他收到六万 好可惜 然后不合理啦 真的不合理 六万是彩色的彩色妆嘛 喂 没有黑白的啦 对啊 董花哥这种 应该将来会有报应吧 就是普遍卸下来 其实你站一社也是要 也是要赚钱啊 对 但是赚钱没有问题 是有点兇 对啊 他跟他讲 对啊 我们从业的也没有人这么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当然你做这一堂 赚钱是一定要的 是有点兇 但是你不能说太过分 一般我们都是说 依时间去算啦 比如说一天 我们大致上都收到三万至五万 就封一天啊 一天 那可能就是说多处开往性骨折 多处开往性骨折 包括头颅啦 身体啦 脚啦 这才会有收到这种 就是修复的功夫花多少 修多少钱嘛 对 因为有时候 一站就是要十一个小时 十个小时 因为要从脚慢慢再补补补 补到身体 而且那还不能说明天再来做的 不可能 因为你肉体 当然还没硬的时候 你就赶快去做 因为要赶快去做 做好再兵嘛 做好再去兵 不然你就是一定要等 要告别事之前退兵 退兵 你再去做 他说有缺的 缺手缺脚 缺什么的 慢慢补 那补要不要算一支的钱 就是含在里面的 其实你说 他给你算好了 对 我们都已经会算好说 比如说 你开往性骨折 你可能要再把它切一刀 骨头再拉回去 再封回来 再封回来 对 像我们那个谁 你的也是 我就 好像11个小时 11个 慢慢缝 因为缝的时候 也有分很多种 要比较油的 还是比较粗的 看工 对 所以你耗个时间 跟材料 要几个功能 你一个人绝对完成不了 一定要两个人 你要帮忙换来换去 然后要塞棉花 要干嘛 这是 其实 其实我们最主要是 外科手术 还跟医美 还要补得美美的 然后让它 感觉是 看不到出来 是 不过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问题 就是现场的花 那常常就是有人讲说 可能这场用完 这个花拿下来就 下一场又 拿去不知道哪里用 对 这个就是 你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吗 听说 那叫二手花 这以前就是 中文是微标的嘛 那个就是 比方说 擠兵擠兵的 外围的这一些 擠家卖花的 大家讲好 没有 中文 那是四間 就我们的轮流嘛 今天比方说 今天是我 今天是 是我的厂子 所以里面的花都我供应 对 今天 不要说你啦 赵哥 赵哥家办了 好 你们家办完了 我就收下来 可以用的呢 我就继续用 不能用的 有一个比较容易烂掉的花呢 挑掉 有一些比较好的花 它事实上 完全呢 这一盆弄完之后 换个牌子 下一个就继续用了 刚才讲的那情况 我亲眼看到 为什么我亲眼看到 因为我奶奶在过世的时候 在台南殡仪馆 我那时候 在整个契约上面 写得很清楚 我就写我要新鲜的花 不是你也不能判断 它是新来就 重点来的 重点是那一天的时候 因为我的祖母 她是基督徒 基督徒的仪式 比较简单 所以那天我提早到 我提早很早到 这样子 然后呢 我就看那个铃铛 告别是那个 就是最思惠的铃铛 结果就在看了一个小发财 就从别的那个 别的铃铛 假如说是 我这是景行厅 对不对 那个景福厅那边 我就看了一个小铛 把那个花一直在那边搬 搬了之后 我从那边搬来之后 我搬哪里 就开到我这边 业者竟然大胆地 在家属面前使用二次花财 殡葬业还有什么黑暗面呢 最真实的殡葬黑暗面 酒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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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桃堂吗 对 有一些酒店不是也拿去卖吗 有啊 去收啊 有啊 去收那个酒也有去 对 为什么 将好的价点 可以一直加三千 八千 一万 两万 五万 你要加起来几万 十几万 谁要付啊 谁要付啊 因为我奶奶在过世的时候 在台南殡仪馆 我那时候在整个契约上面写得很清楚 我就写我要新鲜的花 无人用过 你也不能判断它是新来救的 重点是那一天的时候 因为我的祖母她是基督徒 基督徒的仪式比较简单 所以那天我提早到 我提早很早到 这样子 然后来 我就看那个灵台 告别是那个 就是追思惠的灵航 结果就在看了一个小发财 就从别的那个 别的灵台 假如说是 我这是景行厅 对不对 那个景福厅那边 我就看了一个小孩 把那个花一直在那边搬 搬了之后 我从那边搬来说 我搬来 为什么 我看到 你太早到 太早到 那是你的错 追思惠灵航来 你的不应该 很夸张 那我在那边看了 我就越看越像纳梦 我下巴都掉下来了 然后跳下车来 正好就是那个 我们那个藏仪社的 那个小弟这样 那小弟当下跳下来 跟我们大概差不多三公尺 面对面 他到底愣住了 他又爬上车 他又爬上车 你知道他愣住了之后 我就说这个花是 你们这边的 我刚刚寄放在那边了 我说这个包子是新鲜的 不能用过的花吗 我说我特别的交代 我说不管你给我换 就后来之后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边换 反正就 他偏我也OK 他从庄近平拿过来 他搞不好 他就是庄近平用过来 他搞不好去开一圈 对 开一圈 把两个再插两个 这个是诈欺行为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一个朋友的太太 她过世了 过世的时候 因为她生前非常喜欢 那个就是玫瑰花 就是说比较很少会碰到 就是说你现在 在地上去弄玫瑰花 因为她很喜欢玫瑰花 然后之后呢 当然用也不多 他就是有一层的话 就是全部是玫瑰花 这样弄过来 所以那次的时候 我们也是就是 参加她太太这个上流 然后之后我们几个朋友 同学呢 我们就在那边抽烟 抽烟的时候 好了也是 也要把花搬走 那搬走的时候 我一看奇怪 那个花有没有 搬来搬花 那个竟然都是某些什么 花卉中心 花卉什么什么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 就说 那这个玫瑰是 拿回去啊 我拿回去干嘛 买 拿回去还可以再用 用哪里 花束啊 是吗 你妈妈的 谁敢用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说 我要讲就是说 一天 我们的商商告别室 差不多有90场 比如说90场 可是你送花那么多 就一个场次两个小时 就把它丢掉 其实这也是浪费 那你看 不是 好像都可以这样讲 不是 我来讲 不是 你让我讲清楚 你会这样做错 不是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 之前 我就有提议 台北市政府 民政局 把这些花篮 因为他们也是标给业者 但是我有提议说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 标给 在那边卖 在便宜馆那边卖 那卖的价钱一定是 比较少 就直接讲是厄手价 厄手价 厄手价 赵哥 赵哥 你要去两千块 一千块就好 一千块就好 好 我来福利社买 福利社买 福利社买一千块 一千块 赵哥一千 他福利社买一千块 那当然OK 对 OK 那你不如说 你三千块跟一千块 差两千块 你被这些人赚走 你不如把这些钱 给社乎团队 这个 我已经跟在民政局 那时候我提出说 这个东西应该 你们既然招标给 一般花店的 为什么不招标给 弱势团队 这没错 党规那个建议是非常好的 对啊 给一个公开的 就讲明 讲明的 因为有些人手上 可能不方便 对 对 那这边有做一千的 人家用过 你这不介意 不介意就算了 你忘了 台湾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啊 曾经发生过开花店的 这个店家 对不对 因为后面又有钱啊 所以呢 很多县市医院的那个 那个牌棒 有没有 放在挡风玻璃上面 是不用给钱的嘛 对不对 他会申请一个 特别给你进进出出的嘛 对吧 就有业者拿这个东西进进出出 你因为你要进去 要付钱的啊 你要付 你车塞里面 要付停车费嘛 你只要这个就免费了 而且呢 不管里面怎么 他带这个地方就免费 他畅行无阻嘛 那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花这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只办两个小时 当然你说不环保 可是你要顾忌到 这不是环保的问题 这是 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 我们自己亲人所办的告别式 是使用人家办过的 是 当然 只有一种东西例外 只有一种东西例外 我不是要讲那个 假尾犯那个假的 我要讲的是 有一些联合祭奠 或是祭拜的那些水果 你放的放到冷很可惜 所以有的时候 后来有一些地方的政府呢 就把联合祭拜的这个东西水果 他把它集中起来 然后呢 一天比如说祭拜到时间 因为他只有祭拜一天嘛 对吧 可以送给一些 孤儿院 养老院 这些东西都还是好的 他们知道 他们愿意 他们知道 而他们愿意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节省他 这些愿方很大的成本 对啊 所以我就赞成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新闻 那个什么 灌桃桃 灌桃桃 对 有一些酒店不是也拿去卖 很多啊 很多啊 去收那个酒 他有喝到啊 对 你也喝到啊 我他也喝到啊 喝起來都没有什么酒味 不怪我 真的 不要喝不喝 不過像东花哥讲的也 对就是你就摆明 反正这个东西就包给一些 弱势传统 对 然后呢也跟家属讲嘛 其实我们也坐在那边 充电人力的 对 比较便宜 你家也可以照顾弱势 那很多其实有些人 他们要办 生活都很困难 你还要办丧事 对 那你就不能让他方便一点 对 可能他们觉得 OK 这样我也可以 但是讲清楚的话 大家都OK 讲清楚 那愿意的话OK 是不是我觉得 应该要这样子去 去规划 关正 对啦 其实有时候 你像我之前那个老大办的 他就是要不一样 那这完全是全新的花 那可能花就用一次 因为现在我们就可能 不可能 有人用这种花去 不可能看他一样 不可能看他一样 那全部都就撤掉嘛 对不对 那就可能就付出说 几十万 那愿意啊 冬花你把它弄好就好了 那老大没意见 只是说 因人而异 有些商家是说 因为 我们制式配套的东西 一定都是人家用过的 只是说 保持新鲜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这样而已 我就坦白跟你说 你如果要用全新的 OK 你是多钱 不过这 你一定要跟我说 对 一定要跟家属讲均均 一定要跟家属讲均均 就讲明了就好 讲白了就好 因为搞不好 有些人你讲白说 其实我这里有一千的 他说 哎哟 谢谢 谢谢 拜托了 我这个已经 这个口袋已经没有钱了 对 还为了那个鲜花 硬斤面子什么的 不需要说为了一个 办一个这样的事情 搞得好像活着的人 其实活着的人最重要 是的 那送的时候 只要你有没有那个心 刚讲就对 不要说 不行 这个要用金钱来衡量 千万不要这样 这样就容易上当 人家想就是骗嘛 你爱不爱 你不孝顺 你不花钱不孝顺 不是这样 对 没错 不是花钱就是一定孝顺 对吧 好 那可是刚刚我们讲 这是所谓的这个 上家对殡仪館的一些风险 其实那个黎色也有一些风险 没有错 有人送假招 上黎色的风险现在更大 你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上面是什么 民界银行 以前你听过嘛 以前听过说 什么行业都有人说过 做西洋行李也没说过 对不对 以前都有这样讲嘛 对不起 现在因为不景气 开始杀价喔 你的价格多少 他价目标拿来给你一行一行 给你抬 他杀价 杀了价以后 我请问你 有没有人在办告别式那一天 工收钱 大部分比较少 也是有 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那天人在无营 商家在无营 要办后事嘛 事后再 事后再 对 他又要办告别式 布置会常 然后所有的亲友的接待 然后事后 各位还会把他送去无法 或是送上山头 他哪有时间跟你处理这个东西 那你这时候跟他收钱 那就很那个 那收钱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一生 业者拿了一个验钞机 去收钱的 也没有吧 因为那种甘鸟 对吧 你当中我是差鸟 要给你钱 你还拿验钞机来嘛 不好意思嘛 那通常夹这些都会好几家 那我排在同一天 一起去休息 休息一下 那收了以后 顶多就是清点一下 你也不会一千块拿来看 这个黄尾线 一张一张这样看 不可能的事 结果就收收收 这一家收了几十万 那一家收了几十万 收了以后拿到哪里去 很少拿到店里面 拿去银行 那银行的小姐姐跟你不一样 银行的小姐就 然后验钞发出来 陈希 不好意思 你在一百多万里面 有大概一二十万都是伟超 是伟超 然后怎么可能呢 对不起啊 真的是伟超 他就拿出来给你看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那个倒霉的被害人 就坐我对面了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我跟各位讲 我跟各位讲 对付这样的方式 想了半天 后来想了半天 要怎么去对付这种方式 可是你如果拉开票 是呀 把拉票跳票对吧 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 请你直接汇款进来钱 汇钱 都汇的 汇的不会有假的 你问他嘛 其实这个我都还不在乎 你说 贾操也不在乎 不会啦 你说 你如果不会用整支都给我 那我比较在乎的是说 你在办 什么都跟我讲 OK 没问题 那企业合约都签好了 等到要付钱的时候 都假借很多名利 要砍 砍你一刀 再砍你一刀 那最近已经 我就不能忍受了 就是说 你们记不记得 大同文学 大同文学一件 刺杀 自杀那一人 他妈妈很大方 什么都要做 那我们竟然就 就那你做 对 做以后要收钱 必不见人 妈妈不见 必不见人 她的电话也不接 什么都不接 什么都不接 刚才跟我 那个家长跟我讲说 为什么 将好的价钱 会一直加 殡葬业者 不断加码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金爆黑暗内幕 千万别走开 那这件 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说 你们记不记得 大同文学一件 刺杀 自杀那样 他妈妈很大方 什么都要做 那我们就进来 就 就那你做 对 做以后要收钱 必不见人 妈妈不见人 必不见人 她的电话也不接 什么都不接 什么都不懂 刚才跟我 那个家长跟我讲说 为什么 将好的价钱 会一直加 因为有些家属认为说 当初跟我们讲的是这个 我只要这样 规格 这样就好 可是我听到 赵哥讲说 你怎么没做这个 你怎么没做这个 然后 你又为什么没做这个 你就没有烧那个 你也没有烧那个 然后他就说 站一站 我要这个 冬瓜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你不要认为 对 三千 八千 一万 两万 五万 人家加起来几万 十几万 对 多出来的费用 谁要付啊 是你要付啊 你知道吗 你们这个又很尴尬 比如说人家跟你讲说 我要这个 你又不能讲说 这个其实不用 对 就会觉得你是侮辱我吗 对 而且人在那个心情的时候 一定是这样 对 没错 而且在同时 在决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这是累积上去 对 他就随口讲讲 那我要这个 对 但是我还是讲说 虽然葬仪社 我们不要求你说 你要把他抬起来 但是你那个明细表 细目还有契约 一定要清清楚楚 一定要清清楚楚 也不要让人家当作 等于说活阳俊子 对 一定要清清楚楚 所以说我是建议 我冬瓜不一定不会比较好 你说有些时候 你们真的 家里有事情的时候 我还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 破比三家 你 因为现在葬仪社 你可以去比 你可以 因为以前是 这个是一个 面对死亡是一个很封闭的 不敢去面对去咨询 那我们现在是建议说 刚那天要到的时候 现在医生 都有一个临终的关怀 临终的那个 所以我建议说 当医生告诉你说 你的家人可能的时候 你就赶快开始去找葬仪社 慢慢一家一家去知情 我相信会得到你满力的那个 对 就是这个也算是一件事情 不要把它想得太灰色了 好像这种事情都不能去讲 不能去做 我办这个事情 我去破比三家 我是不是太不孝了 不是 绝对不是 为了要严满 对 这个大家很多人就 千万不要把葬礼跟金钱 成为一个等数 好像花得越多越孝顺 其实不是这样 那其实心意 我们一直在强调心意到了 其实那是最重要的 你在那边很诚心地去送他 那有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太 搞得好像太悲伤是不是 其实就要好好地送他 就是你要往好处想 他要去再一次的修炼 或者是他要去天国什么 随便你的宗教 但是那是好事 对 没错 还是再强调一个 心意最重要 不要用金钱来衡量 好不好 好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